查理·芒格曾说过 非SR思维模型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在刺激 反应中间加上思考的过程 即刺激 思考 反应 由被动的必须反应 转向主动由选择反应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一种突破常规 跳脱固有思维模式的能力 在探索新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时 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讲个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杰克 他总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在工作上 他总是习惯性地采用传统的解决方案 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同事 艾米 他总是能够以不同寻常的角度看待问题 有一次 公司面临一项挑战 需要快速找到解决方案 杰克和艾米都参与了讨论 杰克想要按照以往的做法来解决问题 但艾米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我们一直在用的方法行不通 艾米说道 我们需要改变思路 他开始用白板和彩色荧光笔展示他的解决方案 艾米的方案不同寻常 但他的逻辑清晰 他建议团队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 将两个不相关的系统结合起来 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品 同时减少了时间成本和资源浪费 这个新的方法 这个新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不仅解决了当下的问题 还为公司带来了全新的机会和前景 杰克深受启发 开始尝试采用这种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生活 这个故事或许很简单 但他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非SR思维模型的力量在于跳出固有框架 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 从而找到更具创造性和有效性的解决方案 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一种特权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和运用的一种能力 非SR思维模型的概念解释 即应用非SR思维模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 他认为人类的思维不是简单地由刺激 S和反应 R组成的 而是有一个中间的加工过程 P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会对刺激进行感知 记忆 推理 判断和决策等活动 从而产生不同的反应 这种思维方式突破了人们通常认为正确或普遍的观点 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 以找到更负创造性和独特性的解决方案 运用方法 在工作中 非SR思维模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 勇于质疑现状 并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 他鼓励团队成员之间开放交流 促进创意的涌现 从而为公司带来新的商机和发展空间 在生活中 非SR思维模型使我们更加灵活地处理问题 他教会我们审视自己的行为模式 并尝试新的方式来解决挑战 无论是处理日常琐事还是应对复杂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都能让我们更加睿智 理性地做出抉择 提高生活品质 婚姻中 非SR思维模型鼓励夫妻双方超越传统模式 更深入地理解对方 以开放的态度沟通交流 解决问题 并共同成长 在投资领域 非SR思维模型教导 我们不要盲目跟从群体行为 而是学会独立思考 研究深入 做出更明智 更理性的投资决策 总而言之 非SR思维模型是一种富有智慧 和挑战传统的思维方式 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拓展我们的视野 并帮助我们更加智慧地应对工作 生活 婚姻和投资等各个方面的挑战 最后查理芒格的非SR思维模型 虽然简单 却又不失深刻 它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有选择权 我们的生活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主导 这种思维模式不是一种天赋 而是一种可以培养和运用的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或许很难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 但是通过尝试和不断练习 我们可以逐渐培养出这种非SR思维的能力 从工作到生活 从婚姻到投资 都能从中受益 它不仅让我们更加灵活地面对挑战 也为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尝试着用非SR思维模型来看待生活中的问题 勇于怀疑和探索 相信你会发现一番全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与其被固有思维所束缚 不如用开放 创新的思维去拥抱未知的可能性 从而开启属于自己的独特旅程